首先是賴禁辦發言人趙一翔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張志豪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尹乃津 侯禁辦議題組召集人 可真 各位朋友大家好 立法委員侯孟凱 以及立委候選人游淑慧 好 觀眾朋友 關於國族的認同 關於統獨的議題 關於兩岸的關係 一直是大選議題裡面的重中之重 而所有禁辦的發言人 所有的智庫等等 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們所說出來的話 一定會被嚴格檢視 甚至放大做文章 今天講的趙一翔 一翔在現場 接受德國之聲 這個媒體的訪問 結果他當然問得非常多 可是標題 標題被取出來 當然只有一點點 我們看到趙一翔 冒號 台灣人民不能接受和平統一 結果這件事情有發酵 在野黨就說 他一翔認為 在野黨的國防修復 國防修兵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來看兩岸有點天真 你批評在野黨的兩岸國防修兵 國防修兵是誰提出來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都請宜翔來跟我們闡述 他自己覺得有一點冤枉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專訪的報導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賴清德這論述可追溯到2017年 外面好奇 綠營這立場跟現實有無差距 德國之聲捐諷犀利提問 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比民進黨的臺灣前途 學一文質疑文字似乎完全不一樣 賴清白發言人趙玉祥接招說 臺灣這樣的用法也是跨黨派的共識 遭反問把臺灣稱作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違背現實 趙玉祥回答 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有這樣 中華民國與臺灣是並列的 我想這個是符合我們臺灣最大的這個共約數 而同一則專訪中德美搬出 美國學者曾說提高戰爭的風險 是當中國看不到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許問民進黨有無納入這可能 趙玉祥反推指出 就算是國民黨執政 真的讓對岸看到這選項嗎 認為大概也很難 被追問意思是沒有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嗎 趙玉祥回應 這不是臺灣人民可以接受的 因為多數民意接受維持現狀 而習近平早在2019年已放棄這選項 德國之聲追問 若是談判下 跟中國變成同一個國家 但臺灣生活軍隊和經濟維持現狀呢 趙玉祥隨即回答 我百分之百不認為這是臺灣人民可以接受的 最好的回答就是 Keep all the options open 比較不解的是 民進黨一邊喊著要維持現狀 另外一邊又想務實的推動台獨 組長是不是 捅破兩岸目前維持現狀的窗戶 我想這個符合的是現實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民調所顯示說 無論是藍 無論是綠 大家願意支持所謂的一國兩制 或者是和平統一這樣子的一個方針 所以我一個人的話 來決定兩岸關係的話 我想這也是相當荒謬的思維 選前綠營接招 但不知這算是吃了現實豆沙包 還是誠實豆沙包 剛剛大家聽到了我們TPBS的記者劉婷婷問的一個問題 說這樣是不是捅破兩岸 目前維持現狀的窗戶紙 什麼意思 現在兩岸不是維持現狀嗎 那個窗戶紙就薄薄的一層在那裡 是不是就把它捅破了 感覺很像是這個國防心意裡面的小孩 剛剛其實這個報導裡面也有講到一點 美國不同立場的學者 有人曾經講過這麼一段論述 就是如果當中國大陸認為兩岸 已經完完全全沒有和平統一的可能 那是他的認為 我們的認為是我們的認為 他的認為不可能有和平統一那一天 那樣的可能 他就有可能會動物 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 我想逃任何的政治人物 其實在座的也有國民黨也有民眾黨 我想我們全部都有一個責任 就是反映現實 那現實是什麼呢 其實不用根據我說的 根據我們政大 過去來做出的一個民調 所顯示的結果 非常非常清楚 包括他有兩個選項 其中一個是競速統一 另外一個是偏向統一 這兩個加起來不到8% 這個沒有辦法代表 台灣多數民意 多數民意在哪裡呢 多數民意在這裡 那這個三個數值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維持現狀 所以我想我們維持現狀 本來就是我們國內 最大的公約數 那你說維持現狀 包括統一嗎 我不認為任何在座的感受 維持現狀包括統一 那你不能開放這個選項嗎 我們開放各種選項 我想針對這個報社所提問 而且我再強調一次 確實要問得很犀利 但是每一個政治人本來 就要接受很犀利的這個問答 對不對 包括朱立倫 當然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也接受同一個記者的訪問 就接受一半站起來走人 結果後來還變成一個國際笑話 所以我做到底 安安 這個非常安分的去回復他所有的提問 但是他提問的內容是說 台灣人民能不能接受 所謂的和平統一這樣子的選項 那我在答覆裡面就講得非常清楚 根據我們看到的民調 根據我想我們國內最大的共識 台灣人民目前是沒有辦法接受這部分 因為我再次強調 多數的民意在維持現狀四個字 多數民意絕不再統一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強調一點 因為習近平過去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說今天 這個一國兩制的統一 就是他認為台灣 唯一一個能接受的選項 唯一他能接受的選項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你要談統一的話 就是一國兩制的方案 台灣方案 這是過去這個習近平 中共政權已經講了好久 好久 那我再次問 在座的有國民黨 有民眾黨 大家能接受這個方案嗎 今天不是大家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我們反對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嗎 那一國兩制 過去已經被中國定位為統一 唯一能接受的方案了 那大家這個議題其實不用再談 所以我最後強調一點 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都有一個義務 要反映現實的民意 現實的民意 就是維持現狀四個字 這個也就是我接受德國之音 不斷去強調的一部分 李翔我請教您 這個台灣人已經無法接受 和平統一這個論述 是代表賴清德嗎 我想他是代表的 不但是這個賴清德 或者侯友也 或任何政黨 他代表就是現實 我再次強調 這就是政治大學做的民調 多數民意是維持現狀 是 來 沒有 這個 德國之聲的那個訪問 拿過來 他其實 他今天的這個犀利 其實是在一個很 大家去看他的問題 他對兩岸的問題 非常的了解 就是在於為什麼 他叫指的民進黨所描述的 是不符合台灣現狀的 他指指的就是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其實沒有接受 我們一中憲法的架構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說民進黨今天 口口聲聲的不管是蔡英文的 中華民國台灣 或者是更或者是一個 不可能實現的台灣共和國 中華民國台灣 請教這個趙怡翔 你們認同的中華民國台灣 世界上有一個國家 叫做中華民國台灣嗎 你們認同的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不是1911年孫中山所創建的 那個中華民國吧 是1949年分裂到台灣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這樣子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他就不存在我們 一中憲法的架構之下 所以德國之聲問的問題是這個 然後就是說你如果 你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是不符合 不符合現在的台灣的這個現狀的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點是 他不是裡面有問到嗎 就問到說那你如果說 你承認的你想 台灣前途決議文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去仔細的看過 台灣前途決議文 他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面 是講的是說 我們已經實施了國會全面改選 我們已經實施了這個 總統的這個直接民選 所以台灣是一個這樣子 框架下的一個主權在民的 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如果這個所以未來的話 就施明德那時候 建構的論述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民進黨 如果執政的話 不必也不會更改國號 他們從來沒有回到 這個一中憲法的框架裡面 所以很清楚 那個德國之聲也問了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不就結了嗎 今天賴清德 他口口聲聲的說什麼 中華民國是神話 然後在昨天的這個政見會上的時候 又好像把所有的一個有關於 一個中國的論述的這個部分 框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大陸所說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 我要請問賴清德的是 你今天在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未來假設你真的能夠當選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首案憲法宣誓 我們是不是要首案憲法宣誓 我們的監視的司法院的這個院長 不管這個什麼司法院院長 他就是兩國論的創始就是他 想出來的就是他就他 不管你心裡面怎麼想兩岸之間的 這個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不管你這個賴清德 你心中你所想的那樣子的一個中華民國 是不是借殼上市 你都是要首案憲法來去宣誓就職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們今天在選舉 你們今天所呼喊的這些東西 這就是德國之聲戳破的一個真相 你就是不願意回到這個 憲法架構之下 我想因為宜祥他被個人 他當然做了他自己個人上的一個澄清 不過他今天是代表 敬辦的一個發言人 這敬辦發言人 大家當然會連結到 那是代表民進黨 他真正的一個呼聲 你不能夠完全就是指 一個政大的一個這樣子的民調 最重要的原因是 德國之聲他問這些問題 他的背後 其實我想宜祥應該知道 他是直指 你對於中華民國憲法的看法 那不管是宜祥或是賴清德 當被問到中華民國的看法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的閃躲 到底你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之下面 來定位的兩岸關係 你們的看法是如何 而不是扯到維持現狀等等之類的 就請很直求對決的告訴我 你們對於中華民國 現在目前所定位的 這樣的關係 你們到底如何 我必須要去說 你如果看過中國國民黨黨綱的話 它上面是直指反對共產主義 對不起 反對共產主義 而且過去我們所定位的兩岸關係 沒有任何的國際認為 我們會引發兩岸之間的危機 或是任何的戰亂 我們過去已經證明了 我們有我們的兩岸政策 可是國際裡面 對我們兩岸政策有提出任何的質疑嗎 他們反而現在是比較擔心 萬一賴清德當選總統之後 他所帶來的這個骨子裡面 對於台灣獨立的這樣子的一個意識形態 是否在他很多的做法 即使是一個片面性的做法裡面 骨子裡面是這麼認為裡面 會不會反而造成更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再一次的強調 國民黨是合路 但是我們一點都沒有說我們要清共產主義 這一點就像趙趙康講得最清楚 我們反對共產主義 我們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沒有統一的一個條件 然後他還特別告訴大家 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 也不會在現在馬上推動 除非是全民同意 也不會推動所謂的統一 所以你把這件事情把它交代清楚 他沒有取民同意 他覺得這個就是要下一代 對 下一代 下一代的未來的部分 而且你大陸搞好你的民主制度 他是強調目前我們為止 那你很多時候 你是要搞清楚兩方之間 彼此有一個這樣的前提條件 再來去談 但是還是非常的清楚的表達 我們是反對共產主義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你還去抹紅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如何來看待中華民國的憲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 你這麼樣清楚的 我們看到中華民國憲法 賴清德怎麼可以告訴我 他當選才是有機會降低 兩岸危機的最大的一個部分 這才叫做神話 你已經用中華民國這樣的神話 已經用很久 而且證明他是可以work的 然後你的這些說法 不同意中華民國憲法 你又不願意拿掉你的台獨黨康 那你告訴我 你的兩岸定位 你的模糊 是不是代表你根本就完全沒有辦法 對於兩岸之間走出一條新的路 我很快回復一下 因為前兩位前輩都有提到我 那我其實覺得這很簡單 當然我們台灣前途決定文1999年 就寫得非常清楚 剛剛藍燕姐也提到了 就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名叫中華民國 這當然除了符合憲法之外 是符合多數人的共識 那我今天其實今天就是說 政大的民調這一點 其實真的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當時朱宇倫接受這訪問的時候 同一個記者也是因為政大的民調 起了爭執 然後結果對方 他對方提到民調的時候 朱宇倫反而就說 我時間到了 我要走暴怒 反而鬧成國際笑話 所以我就說任何政治人物 都會義務把話講清楚 朱宇倫講不清楚 沒有關係 我們來講清楚 還是如果說你們今天認為說 我們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怎麼樣 他就是憲法徵修條文 在這個一中線架構之下 才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如果說你們不遵守的 這樣子的下扣的話 真的請你們 現在就廢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把陸委會也廢掉 我們先聽一下廣告